当领袖不必才智过人 必须要做的是把下属当成人 你有没有试过上司偶尔会忘记 以对于人的基本尊重去对你 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机器 把你当成一个完成一个计划 完成一份工作的工具 我忘记了你也有七情六欲 你对于事情有感受有想法 其实作为一名上司 你不一定所有的能力都必须比你的下属好 可是你必须懂得怎么沟通 因为所谓的领袖最重要的 就是善于沟通善于用人 而用人这回事 不可以将用人当成用人 而是把他们当成你的朋友 把他们心里想的所需要的 可以得到满足感的事情都一一的了解 并且很尊重他们的方式跟他们沟通 这一点其实才是当领袖最重要最重要的学问 你其他的技能不如他们无所谓 可是当你很尊重他们 你懂得怎么样去让他们觉得舒服 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可以信任你 那你就成功了 如果你有遇上不懂得尊重你的上司 不要将那个问题归咎于他的能力 而是他对人的诚意是缺乏的 而这种诚意 他需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慢慢地去领悟 是没有人能够教他的 而如果你是别人的上司 也请你千万要记得领悟这一点 懂得怎么样尊敬别人是最重要的